全国著名的安农溪 两侧有明媚的田园风情 晨曦的日光从太平洋的龟山岛升起 分红燕岔插开两条灌溉渠道 望向蓝阳平原景色宜人目不侠己 这条旧名为等规K的河川 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整之后 成为宜兰县内外民众休闲赏游的好去处 好玩吗 好玩 谢谢 好不好玩啊 好玩 风景漂不漂亮 漂亮 蓝阳溪仅一齐到作 只有上半年才能看见到海边枝的绿色迁末 从三星乡到东山 罗东以及武捷一带 可说是仰赖安农溪和枝流所孕育而来的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安农溪其实是台湾电力公司 蓝阳发电厂发电后的维水溪流 蓝阳发电厂全名为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蓝阳发电厂 是台电所辖在宜兰地区水利发电厂的管理机构 位在宜兰县三星乡天山村天宋皮山南侧 其中两座发电厂都坐落在三星乡境内 也都是利用蓝阳溪的溪水来发电 1921年1月 由日本政府新建天宋皮发电所以来 蓝阳发电厂拥有辉煌璀璨的历史 1922年6月 天宋皮发电所三座发电机组正式启用 1945年 天宋皮发电所更名为天皮发电厂 1939年 位在目前三星乡泰雅一路的圆山发电所开始动工 1941年 圆山发电所竣工 1977年9月30日 天皮发电厂与圆山发电厂合并 更名为蓝阳发电厂天皮机组 2002年 圆山发电厂改由天皮控制式遥控运转 成为一座无人发电厂 圆山机组厂区坐落在蓝阳溪与清水溪的汇流处 川流式发电厂引蓝阳溪溪水发电 供由两部机组发电厂尾水以马蹄形隧道及矩形隧道送至天皮机组进水口再做发电使用 而天皮机组除利用圆山机组的尾水进行发电外 取水口主要拦截蓝阳溪支流清水溪溪水 将溪水引至九穹湖沉沙后再提供四座机组运转 年发电量可达四千五百六十万度以上 今年刚好就是满百周年 那这一百年来所流过的水我们都把它善加运用 运用到发电上 那所以说它供应南洋地区已经将近百年的用电 而且是绿色能源 台电公司拥有自主税修团队 定期检查水力发电机组的安全 维护运转能力 控制室更以自动化监控两座电厂的运作实况 百年来成为国内川流式发电再生能源的典范 台湾电力公司蓝阳发电厂 一百年来为台湾电力贡献卓著助 111年5月24日 总经理王耀廷出席蓝阳发电厂 百周年场庆活动 特别向一路走来 支持台电公司的在地详情致谢 在这边我鼓励我们蓝阳电厂的同仁 在这里把旧的机组维护好 新的机组把它送进 效能让它提升 让台湾的微型水力跟小水力 能够继续在我们东部 以及在宜兰花莲台中发光发热 为庆祝一百岁生日 蓝阳发电厂将百年来经过岁修的卯钉 磕上了原定三身 以及记录百年来天皮机组 及原山机组建厂历程 周边生态与人文故事的新书 水水蓝牙百年电火 致赠给参与百周年庆的贵宾 天皮发电厂内有许多百年古今文物 像是工程生退的法兰西施式涡轮 就成为厂区内的艺术品 而用来躲空袭的防空洞 至今都还是防空演习的重要庇护所 运转百年生生不息的电厂 也推陈出新 大力推广再生能源公营电厂的理念 2021年4月 启动流速型微水力测试平台 开放民间开发者来使用 南洋电厂为了让整个南洋地区 丰沛的水力能够善加御用 我们就做了一个微水力的测试平台 让大家都能把它的理想 把它设计出来的微水力发电 能够在这里测试 改善甚至于推广出去 让南洋地区整个微水力蓬勃的发展 近年来天宋皮休闲农业蓬勃发展 并且展开城乡创生行动 促使观光活动 亲子旅游 环境教育相当盛行 因此南洋发电厂职工福利社 成立冰品部 生产南洋冰棒大受欢迎 南洋冰棒棒棒棒棒 为在天宋皮街区往长皮湖 与清水地热必经的南洋冰棒 善用南洋发电厂微水 种植出的各类农作物 研发在地口味冰品 是台定公司独创的循环经济 那冰棒又用在地的一些食材 让整个循环就是这样生生不息 这里这样整个农产跟我们冰棒 跟电厂整个结合在一起的循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让在地繁荣起来的一个点子 结合南洋发电厂既有发电 微水粒云生用水 以及测试使用 若是再加上休闲与环境教育 甚至是未来发展水上体育运动 大自然赐给的一滴水 可以做好几次的使用 南洋发电厂文水 更是被两旁的农人农场 以及休闲产业 民宿业者低碳交通 充分开发 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 这一个对于那个 出水口有一个饭口 是本期来做的 也是1922年 然后它的上游 上游就是95 九穹湖 现在我们在地方在推那个 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 天上地的天 长北 地垒清水地润 九就是九穹湖 九穹湖就是这个山的后面 这山的后面 然后南洋溪这边上来 它有一个进水口 进水口引水到九穹湖 九穹湖是一个沉沙的作用 在里面有一些水 然后利用过沙再发电 周边产业为吸引青年返乡 2021及2022年 获得经济部支持 辅导城乡创生行动 以天宋皮火车站为核心 发展三创三生的循环经济 数位经济 以及体验经济 带动天宋幸福的品牌 向外扩散 百年三星风华再现 那会有这样 现在此时此刻 大家坐在这里 有这样的呈现 我真的要借用大家的双手 给我们团队 一个鼓励的掌声 因为这是一个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人看着 要把它完全的原貌的呈现 再加上我们要用很多的心思 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努力 这么美的地方都能让我在都市里 待了这么久 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 我都有这样的一份感受 我相信透过宏伟智慧科技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能够把它推广成 让更多国际的人知道 我想应该不是问题的 不仅如此 辛勤的农民也善用 蓝洋发电厂的围水 种植出优质的农产品 在地特产三星葱 上将梨 以及因应而生的休闲农业 有机小农 期盼的产业团体 都蓬勃发展 拥有百年历史的蓝洋发电厂 不断创新求变 除维持应有发电功能与附加价值 也因应2050 进行排探国际趋势 善用台电人的专业 与水利电厂经验 协助民间电业与公民电厂 推动水利再生能源 取之于自然 用之于大众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